偷拍佛州美海军基地中国男子被捕,图为美国公园警察,US Park Police,的直升机,在海军基地的大楼上空巡视。 一名中国男子,闯入美国佛罗里达海军基地,并拍摄军事设施。 这名男子目前被拘捕并面临指控巨福克斯。 新闻网12月4日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外透露说,一名中国男子,因非法侵入了美国海军,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基维斯特Keyrest,海军航空兵基地并对防御设施进行拍照而被拘捕,目前他被判处60天拘留监禁。 但他可能还将面临更多的指控和刑期巨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报导被捕的这名中国男子,名叫赵千里高击安利,一亿今年20岁。 他是在今年9月26日被捕的并在之后因被指控非法侵入禁区而被判监近两个月,但这名中国男子拒绝认罪。 他对审讯人员说,他只不过是一名来自新泽西的洗碗工。当时迷路了检察官在上周提交的联邦指控文件中说,赵千里还被指控拍摄国防设施和进入军事、海军或海岸警卫队设施等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他,还将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判决,目前赵千里被联邦政府拘留监禁。 保释金为25万美元,据迈阿密先驱报引述联邦调查局,FBI刑事起诉书中的话说有。 目击者透露他们看到赵千里在9月26日下午,走过基维斯特海军航空兵驻扎基地,Nival Air Station Key West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驻地难免的围栏据称, 它是从没有大门的Fort Vacary Taylor State Park州立公园海滩步行进入基地的,尽管这个海军基地的围栏和标志上都写着禁区等字样调查报告指出, 许多警告标志上的信息都明确标示这个围栏后面的设施是一个军事设施和禁区。 海军方面说,围栏附近有秘密安全措施根据指控,赵千里使用了一台数码相机和一部手机,拍摄了设施建筑的照片联邦调查局透露说, 证明中国男子是合法入境美国的但是他的签证,在被捕前一周就已经过期警。